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 最近三度表达同一句话 他说我们绝对不允许江山变色 人民也绝不答应 你现在习近平到底碰到多大的压力 你现在习近平到底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阻碍 你居然用江山变色 那江山变色是谁让你江山变色 是外面的人 美国让你江山变色 还是你内部的权力 让你江山变色 而且你讲说人民绝不答应 人民绝不答应就是 难道你要用战争来阻挡江山变色的危机吗 而另外就是华为 我们当然知道因为被美国的制裁之后 华为面临到很大的危机 可是之前任正非都还非常乐观说 我们华为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出路 我们华为能够抵挡得起 我们可以扛得下 但他现在不是好 他现在突然讲 未来十年是最关键的十年 未来最关键的十年 是我们最痛苦的历史时期 我们要把边缘产业给全部给拿掉 也等于说我们现在要太弱浮强 那现在华为 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数 而更重要的是 现在很多的政治专家 都在讨论这本书 Danger Road 这个吴董之前也谈过 就是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捩点 而这个转捩点 它现在只剩下十年的时间 未来十年 过了十年 它人口老化会非常严重 它的经济会受到非常的阻碍 最好讲 现在美国跟中国 不是跑一个百年马拉松 而是未来十年双方的冲刺 未来十年的双方冲刺 稍有不慎 就会战端发生 在这一段里面 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名长林定辉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提供你好 大家好 好 所以事实上 习近平到底碰了什么事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 他怎么突然三次 三次我们绝不允许江山变色 人民也绝不答应 因为他早一到中国建政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现在爆发 宝洁现在为止来说话 中国的疫情还在燃烧之中 中国缺水缺电 房地产在往下跌 然后整个银行体系 变临崩溃的这个局面 所有最坏的局面 都在他现在发生 所以他现在变得没有自信心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在谈什么中国梦 你看他现在讲什么 我们绝不允许江山变色 人民也绝不会答应 然后他最近去看什么 他最近去审聊 这个战时的博物馆去看 然后他说我们啊 他连续讲这个 你看他去看这个什么 强调回到 我们绝不允许江山变色 人民也绝不会答应 他一直不断地强调这件事 然后去看着这个审聊战役 是要做什么 回复到这种国共内战的 这个心路历程 因为中国崛起的最重要战争 就是辽宁会战 就审聊会战 打响第一炮 当时林彪打败了国民党 对 他才整个大爆发 对好那他这样子 表现他心里面的 也有不安全感之外 我们再讲 官方最重要代表是习近平 民间最重要代表是任正非 华为是中国何等荣耀的公司 他居然说 我们现在活下来是最重要的 未来十年应该是个 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 未来十年 所以他们讲 他们都锁定了目标之后 于是我们讲 最近出了一本书叫 Danger Zone 也就是说 那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就是美国跟中国即将爆发的冲突 他讲到就是说 未来十年 我们过去都说 是2049 美国跟中国要跑百年马拉松 现在美国学界说 不是百年马拉松 是未来十年 短跑竞数 就要分个你死我活 这十年中间 要嘛就是中国你赢 要嘛就是美国我赢 在这十年中 一定会分出一个胜败 好的 可是 每年有这么多的战略分析 每年有这么多的作者 为什么大家非常在意这本书 这两个作者 他有什么过人之错 不过这个贝克林 他常常就在外交 这个杂志发表这个文章 所以他其实 是非常知名的 这个外交事务的相关的人员 那这个布兰德斯呢 他其实是 寄星级的这个学院的 里面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两个长期都在观察 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发展 他们弄出这个文章 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呢 宝洁你知道吗 因为最近中国还在 内部他们在说一件事 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在未来 约莫是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的GDP呢 约莫是美国的大概80% 他说约莫在2028到2030年的 过程里面来说 中国的GDP会正式超越美国 超越美国 但是呢 学派另外一派是说 不可能 你永远不会超越美国 像现在美国 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你哦 大概约莫一两年之后 会来到一个高峰之后 就往下降 往下降之后呢 20年后 你会推到只有美国的一半 所以那现在双方 为什么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争锋相对是 在中国的学界 在美国学界 双方都开始在辩论 到底谁会是 自己最强的一个国家 而且刚才讲的 美国现在意识到 中国是他最大的对手 所以现在中美对抗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主旋律 那这个主旋律 现在中国碰到 一个很大的麻烦是 他所有不利的因素 全部都跑出来了 加州大学的 戴维斯分校里面 他的气象专家讲 现在中国 是碰到他历史以来 最大的干旱 而金融时报讲 因为这个干旱 让中国碰到 他无法预期的黑天鹅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干旱 真的相当严重 你看整个中国的 华中华南地区 还有整个这个西北地区 全部都处在一个高温 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有70多天 都是热浪阶段 而且有 大概约某260个地方 观测站 已经打破他们历史以来 有史的最高温 目前为止 历史最高温 对 但目前为止来 中国活在这个高温地带 约某有8亿到9亿的人口 之多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高温之后 水电的这个缺电 然后加上说之前的清零政策 房地产这个 你知道事实上 原本今年中国 说要5.5%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就好像第二季公布出来的话 只有0.4% 大家想说 你0.4跟5.5 这个目标也差距太大嘛 看起来你看 现在下半年 又开始遇到这个水灾 缺水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目标是没办法达成一个情形 所以人家才说 今年 包括说我们就常常讲李克强指数 李克强指数有说三个 一个叫用电量 铁路运量 还有银行的贷款 就在目前为止来说 只有银行的贷款是往上升的 用电量跟铁路运输量 都在往下降 所以显见 中国的经济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的乐观 好 那刚刚讲到 现在美国学界 或者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未来十年 因为他们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二战前的德国 二战前的日本 都跟中国目前的处境 非常类似 对 实际上他们的说法是这样 他们就说 其实在二战前的德国的话 他们是一直在往上升的 大概大国中间 突然发展失速之后 他就会做一个 不一样的想法 甚至试图去 做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去挑战现有的这个秩序 那目前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 习近平 保洁你知道吗 习近平在2030年 如果这个 预谋到2030年的时候 他已经到80岁 当初他曾经说过什么 我不希望把这个 统一台湾的这个 放到下一代 所以他可能最后的时间点 就是在这十年的时间 务必要解决 那这十年 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呢 我们知道说其实 德国跟日本发动战争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遇到经济大萧条之后 但是中国会不会遇到 中国也会遇到 因为他到2030年时候 中国会失去 7000万个工作机会 也就是老年化非常严重 然后而且他有这个 增加1.2亿的老年人 那当时中国可能经济 会处于一个失速的状态 失速的状态之后 你觉得习近平会怎么做 你觉得中国会怎么做 会不会尝试做一个 非常危险的动作 而且未来十年 是中国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时候 因为他在这十年里面来说 中国所有武器都要大量的下水 美国应对中国 他目前都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这十年是最有可能 中国可以扳倒 美国最好的时机 而且刚才讲的 现在不是习近平讲 我不允许江山变色 现在连任正非都改造这个危机 而且也是以十年为期 二十年为期他讲了一个 我觉得我看不太懂 是说他说现在华为要干嘛 我要把边缘业务全部关闭 迅动我的核心业务 什么是他的边缘任务 边缘业务 而且任正非过去一段时间 对华为的业绩 都是非常乐观的 可是你看他这两年 被美国封锁之后 他真的越来越悲观 他直接讲 我们要看到公司面临的困难 他未来的困难 未来十年是个非常痛苦的 这个历史时机 全球经济会面临着持续的衰退 他说我们华为对未来 过于乐观的情绪要降下来 不能乐观了 不能乐观了 对2023年甚至要 到2025年一定要活下来 最为最重要的纲领 那有品质的活下来 所以他们现在准备要讲 2023到2024年的时候 都开始要生命喘息期 要开始收缩 那什么收缩 他说要关闭所谓的边缘业务 对什么是边缘 也就是目前为止不赚钱 或是没有希望 我们就要把它关掉 那我跟大家讲 最有可能被关掉 第一个就是华为的手机业务 华为手机 完全不要玩了 为什么完全不要玩了 华为手机以前有 独霸天下的戏图 他现在把它关掉了 他曾经登上世界第一 但是未来他可能真的要放弃 为什么要放弃 你看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是华为刚公布的财报 你看他远端 远端营运商的这个业务 就是基地台这个业务 你看 这个蓝色是去年 那红色是基地台 还在成长之中 那企业的业务还在成长 你看消费者的业务 是大幅的衰退 消费者的业务大幅衰退 就是指他们手机的业务 那手机为什么大幅衰退呢 你看他们 而且他们今天还破天荒 去年破天荒做了一件事 首度成立以来 从1997年成立 到目前为止 第一次的裁员 裁了2000名的这个员工 你说以前华为不裁人 从来不裁人 而且他最近准备 还要再裁7000人 所以很多人 慢慢都被裁了 好那为什么我们就说了 难怪认证非证 我要活下去 那为什么我说呢 他会关闭这个 所谓的边缘业务室 手机业务 他刚好在9月6号 也就是在苹果 要发表新手机之前 他要发表他的新手机 MAT50 MAT50保险 那这个真的是 他魁伟已经好多 好久的时间 没有发表 他的旗舰产品 你知道这产品是什么吗 要搭载京东方的OLED 然后还有5000万画素的 这个33个摄影镜头的 这个模组 然后还要搭载 他们自己研发的 这个X-Mega 他们的相关的 这个影像处理 全部都非常的赞 那做规格 人家说是有史以来 最强的拍照手机 那这个非常好 外形也非常好 可是问题是 它是4G版本 它没有5G晶片 它完全被卡住了 它没有办法用 因为美国不能让你 用5G的产品 所以他发表所有的 所有的规格 都最棒的时候 它就只有4G版本 它三个版本 全部都是4G版本 不论是这个 这个MAT50 50 Pro 还有50 Pro Max 全部都是4G版本 那你觉得谁会买 没人 我都不买了 对 但是他想到一个方法 他说没问题 我们现在虽然是4G 但是我们有发表 一个这个东西 叫做5G通信科 你只要装上这个通信科 之后 会变成是5G 那这个还不是 华为自己做 因为华为自己做 人家会封链 它还是由中国 其他业务说 我们现在要发表 一个这个产品 那可以套用在 华为的手机上面 所以那华为 为什么一定要放弃 它显然在手机业务 它们真的是 完全走不下去了 而且刚刚讲到 现在如果美国学姐 都讲 未来十年 是吧 整个美国 跟这个中国 尖锋相对 一个最生死决斗的短跑 那美国当然知道 美国现在刚刚讲到 它现在不但 在针对华为 刚刚讲 我让你5G 完全不能出得了货 现在又得了 你有七个实体产业 你只要跟你解放军有关 我就杀到底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真的知道 说不阻止你 真的不行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就有人家说 这个轰二十 他们最新的 可能在这个测试 风动的相关的状况 轰二十搞不好 都要出现了 所以你知道 因为你的这个 飞机的这个制造能力 越来越强 所以现在美国开始封你什么 航太业务 你看它最近 又封了七家公司 包括中国航天 中国电科 包括说欧比特 还有包括说像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等等非常多 一家公司 因为它跟中国解放军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我封你 那你跟我们有讲 前一阵子美国 已经封了你什么 涡轮增压引擎的技术 我也给你封你 涡轮增压 所以它现在已经开始 都完全封住你 那加上说 IC半导体也在封你 所以它等于是 务必要让你的 这个中国的科技 完全没办法发展的 一个亲信 所以为什么说 中国在未来五六年 还可以跟你掰掰手玩 因为超过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你的科技会被美国 甩得非常远的一个状况 当然美国对付中国 是拉帮结派 而日本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盟友 但它的前防卫 像小野四五郎居然讲 他们玩长城飞弹 是玩真的 对没有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第一个时间的时候 中国会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反击 所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 准备要配备 把这个所谓的 一二式的这个增城飞弹 要扩充到一千颗 布在所有日本的本土上面 你攻击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攻击你 所以现在形成一个 对中国的这个防范 就恫吓你 他说什么 就只要表现出强大 强大就可以避免战争 所以他用这样来下中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就说除了我们要增加 这个一二式的这个飞弹之外 他们现在准备什么呢 他们准备 因为我们这一次 在俄乌战争里面 Starlink是发挥了 非常强大的作用 所以他们现在准备 日本要跟Starlink 互相合作 也就是只有美 不只是美军用Starlink 未来我们也要用Starlink 所以那到事实上 在整个战争的过程里面 美日是真的准备好了 那就看什么时候 中国会发动战争 好 董事长 你之前就曾经讲 中国已经到了一个 高峰值状况 这个高峰值状况 你如果不能往上 你可能会往下 往下了以后 你接连而来 就刚刚讲的 你现在对于气候的问题 你现在对于内部经济的问题 还有你人口老化的问题 你无法应付 无法应付 你那个灾难是负荷性的灾难 这本书你就是引用Danger Room的 今天讲得更清楚 因为看到越来越多人讨论 美国 中国 不是跑一个百年马拉松 美国 中国 最重要的是 未来十年 是一个生死相斗的 短跑竞争 而中国只剩下十年 十年如果撑不过去的话 它的老年化的问题 它的整个高科技的问题 是全部会浮现出来了 其实十年是一个 很长的时间 现在在今年类的变化 是最大的时候 因为你不要忘记 全世界原来有三个大国 一个是中国 一个美国 一个是俄罗斯 对 那现在变成只有两个大国 俄罗斯去哪 没了 俄罗斯你变成二流国家 二流国家以后 俄罗斯变成谁的负担 俄罗斯变成要靠中国 俄罗斯变成中国的负担 对 所以要当老大的之后 要负责任 当老大负责任的话 你要买单 你要给钱 你要给人 你要帮你扶持这些老大 俄罗斯将来是要靠中国的经济 来支撑的 所以它变成另外一个形成 所以中国当老大 它承担是很重的 国际形势对它的不利 因为美国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 拉帮结派的一个对抗态势 这个对抗态势里面很简单 那中国到底对抗什么东西呢 中国要对抗的一个是 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 美国现在主导的世界秩序 我们简单讲 就是民主自由的社会 那中国现在主张的是说 我的制度比你好 所以我是一个所谓的协商式民主 也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独裁式的国家 能够支持国家 能够维持国家的进步 好 那这个进步到现在为止 就变到一个关键点 GDP成长的没有错 确实是 因为大到让全世界对你开始反感了 你知道吗 反感的时候开始 从2017年开始 川普开始就吉利的大反攻 那最狠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半导体跟高科技的封锁 对 半导体跟高科技封锁 后面他紧跟着另外一件事情 做我们讲STEM STEM就是理工科学生的所有的交流 全面停止 那你原来是要从欧美国家的留学生当中 培养非常多优秀的 你的治国的下一代的人才 现在终于被封杀 因为我昨天讲过一句话 一流的大学是国家重要资产 全世界都重视 你有几个一流大学 中国的一流大学比台湾多很多 台湾只一家 台湾一家就是我们台湾大学 所以一流大学 一流人才 还有这个整个科技的封锁 是关键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东西 要用自由民主的方式来进步的话 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做得到 所以这个封锁情况之下 就是你刚刚讲的 一个转型的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因为你现在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 你就要靠科技的附加价值 让你获利 你就变成你的科技含量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你国家的这个 所有的生产产品的附加价值 越来越高 结果美国卡你这个东西 美国一卡你 它很简单 是卡你五年就好 那你五年时间向下掉 对 那你现在正是在 你看到原来它以前的 它的成长率都十几%的成长 然后到最后最好 保八 最后变保六 今年不知道保几 全世界估计三点五 那这个国家怎么办 你知道吗 它的保六等于是说维持它的维稳的基本 就是它的工资 它可以老百姓有工人 你说维稳的基本限是六% 就是六%嘛 六%最低嘛 我以为它这个稳定的程度 社会稳定程度 就就业率啦 对 跟收入等等的综合来讲的话 六 它的保六是它生命一线 对 它如果长期六以下的话 它是整个国家内会有内乱 老百姓会有波动 对 会有收入的问题 可是现在对于习近平压力 这那么大吗 刚刚讲的 它最近跑到了东北 想去跑去哪里 跑去看了辽省战争馆 战时馆的时候 它居然讲了 这三个月 讲了三次 我们绝不允许江山变色 它今年的讲法 是为了它因为进入第二十大 第三届的任期的时候 它必须要的一些斗争的一些论述 可是是不是代表 它现在就要开始挑战 就要跟美国决一始战 或是发动战争 我认为它没有 它也没有这个实力 目前看到俄罗斯打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中国本身也得到教训 它不敢轻取战争 因为日本讲过 你够强大 对方才不敢挑战 虽然这种情况之后 它知道 以俄罗斯的犯 这种贸然发动战争的结果 这目前结果我还不知道 但结果就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俄罗斯变成它的负担 一个俄罗斯变成它的敌人 那这个变成敌人 因为普丁垮掉的话 它就多一个敌人出来 对 它的技术又少了一些来源 所以它有很多的困难 很耿于前 它一步步走下去 那这个时间点 所以这个 这个为什么贝克利这两个教授 讲就是说 你在变动当中的情况之下 你内部不稳定 那你要不稳定 只有一个方法维持内部的 巩固了 巩固内部领导中心 化为外部压力 就是化为要不打仗 那战争的唯一的标的物就是台湾 所以一定发动对台 一定发动对台战争 然后能够才能对内部 达到一个控制的力量 但这个结果又有两个极端结果 你要一个战争胜利 没有话讲 战争失败 失败国家亡国 很简单 立刻亡国 因为美国也在等这一天 美国不是傻瓜 美国在等这个机会 这些美国人写这种论书出来的 都后面都有背景的 这个学者在写文章 他不是白写的 是有人叫他写的 或是他认为 这个是主流意识 他要写 他卖书赚钱一万 还有很多负负费可以收 这个是学界 有学界的一套逻辑的 所以美国是一个 还有一个很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美国已经学会了 如何当世界的霸存的老大 他有各种各方各种的工具箱 里面的工具 有各种的技术 各种know how当老大 当老大的时候 都知道技术的 黑社会老大也要技术 没错 不是那么简单 你要有那个哲学 要有一个领导 各种条件 中国就没有嘛 你这个是一穷二百 刚刚翻身过来 吃了三天饱饭就嚣张嘛 你嚣张什么东西 美国人厉害得很 美国那个清教徒的意识 后面非常爱国 中国爱国吗 爱国就不要贪污啊 为什么到处贪污呢 为什么要搞贪腐呢 你搞贪腐的国家 想当世界老大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就好像台湾如果有个 搞贪腐的政党 能够继续也 能够继续当 能够控制政权吗 我不知道 历史会淘汰掉的 这个时候 所以我认为说 要当世界的霸权的领袖 不可能是一个贪腐的国家 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最简单的 用文明来解释这个事情 就知道 中国是没有力量当世界老大 而且它现在犯了最大的错误 就是说 它一直挑战美国的秩序 那美国一定不容许 这种事情发生 不管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这个政权扳倒 好 贵勺 我们常常讲 中国每次处理什么事情 我都简单粗暴 那今天不讲 它有房地产问题吗 我看他们解决的方式 我叹为观止 真的是简单 又粗暴 都爆开了画片 很多地方开始爆炸 你不是房地产吗 我炸掉就没事了 这真的非常夸张 而且我们都不理解 你怎么会去炸 这样子的资产 结果后来原来 现在国外有媒体的 有那个研究员 他分析 他说你知道 这是中国的特殊手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叫做一个 滴水式的 去提供整个市场的 一个新屋成长 什么意思 就是你因为房地产商 要卖房子 所以你的那个新建的建案 一直开 供过于求 对 但它让你开 因为你那个街上要活下去 所以它让你开新建案 但是你盖不完 你可能新建案 我们台湾可能两三年就盖完 它盖八年还盖不完 为什么它盖不完 因为它不让你盖完 因为你一旦盖完之后 市场上就多出非常多的房子 所以很多的房子情况之下 它就会导致供过于求 我让你慢慢盖 对 所以整个房贷的房价 就会崩跌 结果他们现在伸出一招 什么一招呢 就说我让你开 我让你弄新建案 然后建商就有这个新建案之后 它就可以活下去 但是它就盖 盖 盖 盖三年 盖五年 盖八年都还盖不完 所以很多房子就停工 停工之后呢 它就想说 那因为它现在这边的烂尾楼 我就把它炸掉 那就是觉得说实在是太夸张 但简单粗暴的手法 对中国来讲 维持为什么房地盖 我现在看到的都是烂尾楼 都是烂尾楼 都自己盖了三年 五年 七年 八年的房子 对 因为他们其实是故意 然后很多人心想说 不是嘛 那你盖不完的话 那你就让那个纾困给建商 让建商盖完啊 不能盖完啊 因为你一盖完的话 就房子太多啊 房子太多 房间就会崩跌啊 房间崩跌的所有资产 全部都泡泡化 所以它就是一招你知道吗 不是 所以它宏观调控的方式 反以所思 对 我让你盖 我让你盖得很慢 该的卖孩子太多怎么办 我就把你炸掉 就把你炸掉 这就非常夸张 他们在统计 他说呢 英国美日电讯报有统计 他说中国也有 30亿坪的房屋 被暂停或拆除 而这么大的面积 是可以足以容纳 7500万人的 超过英国总人口好几倍 所以他们就说原来 这样几栋一下全炸完了 全炸完了 而且说一句实在话 它其实只是没盖完 或者只是烂尾楼 你其实要处理的话 你可以处理 你可以把它善后 好好的善后 你便宜卖也是可以的 但中国政府不准你卖 不是 以前我听过一个笑话 一直觉得那是笑话 那是凯因斯的笑话 凯因斯说你怎么样 去增加教育率 它很简单 你找一群人去挖洞 再找一群人 把那个洞给埋起来 你这样就可以创造 两个工作机会 我以为是笑话 没有 现在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而且发现这件事情 竟然是个国外的一个研究 他就讲到说 其实他后来发现 原来这是他们特殊的手法 就是它让你新建案 让你开工 因为你这样才能支撑 短期的一个经济成长 并且遏制社会的动荡 都像你讲的 就是挖了一个洞 然后又铁了一个洞 所以创造两个工作机会 所以你有两个工作机会 情况之下的话 你社会就不会动荡 但是你不能盖完 你绝对不能盖完 你盖完的话 你整个房地产的泡沫 就会因此而浮现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招 但对中国来讲 他们讲说 这就是为什么 你现在看到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明明这么多建案 你其实政府给它塑困的话 它盖得完的 而且它卖得出去的 为什么要用 就是烂尾的方式 或者是用炸毁的方式 原来真正的答案就是 它绝对不能盖完 一盖完的话 国王的心就被曝光了 就是说所有的房地产 根本就是功过一球 而且中国人又是韭菜 又很好割 我把你的房子炸掉 你也求述无门 命一条 不然怎么办 你如果敢求述的话 你可能连命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 中国的特殊手段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过往还可以这样 你现在还能吗 其实可能已经没有办法 为什么就是连摆档的碧桂楼 他们现在都发现 他们光今年上半年 他们核心利益 竟然是跌了大概七成左右 所以如果说连碧桂楼 都面临这样的状况 情况之下的话 那怎么未来还会有人买房子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发现你中国政府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利率 全部都在上涨当中 但中国政府 却是今年来连三调降利率 它跟世界所有的升息 全部都走不同路 为什么 因为他要注资 他要注资的情况之下 才能支撑这个房地产 不断地这样子催下去催下去 好 提会 先刚刚讲的 这个Danger Zone 真的讲 现在已经不是跑马送 未来十年是关键时刻 而且刚刚讲 现在中国百病齐八 也有旱灾 你现在有内部的疫情的问题 你现在有所谓的 老百姓这个钱 发不出去的问题 有大量的债务对问题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对 本来中国设想是说 如果按照平步 你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到2025年之后 其实过那个年之后 其实中国就有可能会变成说 跟美国挑战的一个霸权 难怪是2025中国崛起 对 就是2025年中国制造 但是后来他不敢讲 因为被川普打下去之后 完全不敢讲 因为根据我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 他其实有讲到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的崛起中的霸权 能够达到这个 现在的霸权的综合国力 百分之七十八十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去挑战他的霸权地位 所以中国他一直在看 如果未来十年之后 大概在2025年到2035年之间 如果他的GDP 已经全部超越过美国之后 总体GDP 不是他人均GDP 再加上他综合国力 这时候他就有可能 去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但是现在不是 状况完全改变了 因为在川普时代 真的就是董事长讲的 打下去之后 中国开始往头退了 那你今天 基本上你 这个出口倒向的国家 你要把东西卖给美国 美国不买单了嘛 然后现在欧洲来讲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中国 再加上内部的状况 这个状况百出嘛 所以他整个国力 就开始慢慢在衰退 再加上穷兵独武 他要把所有的预算 放在军事支出上面 所以造成这个国家的 整个整体状况改变 改变之后呢 这时候美国里面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是说 我是要把共产党拉下来 还是要把习近平拉下来 这时候就产生辩论嘛 所以里面来讲的话 像之前我们讲 大西洋理事会 长电文 长电文里面有提到说 很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流亡到美国去之后 告诉说 其实所有的问题 都出在习近平身上 所以只要把习近平拉下来 就没事 但是有一派认为说 所以说很多流亡到美国的中国人 他们还是要共产党 对 还是要共产党 但是有一派认为说 我们不要共产党 共产党才是万二的元首 所以就两派在那边争执 那美国的决策圈 就看他这两派在那边争执之后 发现说 那正好这个机会呢 如果中国衰退之后 他没有能力跟美国挑战霸权之后 美国的霸权就稳坐江山了嘛 所以他现在卡脖子嘛 第一个 美国卡中国科技技术 再来日本 你看到前几天 前五天 日本的那个 亚洲开发银行的那个总裁 是日本籍的 他说接下来 2025年之后就不再提供中国贷款了 你开玩笑 你把我亚洲开发银行的钱拿去 还欠亚洲开发银行 196亿美元哦 结果你还把钱拿去给一带一路的国家 对 那你在搞什么鬼 所以就现在 日本给他卡什么 卡金钱 卡资金 美国给他卡什么 卡地数 所以他现在整个内部来讲 又一团乱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中国是在 持续的慢慢在衰退当中 那这种衰退 可能不是慢慢衰退 可能一下子突然就跳了衰退 因为我们想讲 每次到了临界点 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变化 那是十倍数的发展 是 是这样子 中国没办法 想付出一个方法 说在目前这个短时间 能够把这个市场救起来 或是短时间 马上恢复他的国力 所以在整个综合国力的 这个衰退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开始 有点会跟美国来俯首 或者是操控民族主义 所以才会有人认为说 如果再继续走下去的话 未来会有两个极端 要么就顺从 要么就对干了 对 那如果要对干的话 那就操作民族主义 直接说美国帝国主义 然后我们再回到当时 这个打倒国民党 就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 那个概念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他把它包装成 这个情况发生的话 那中国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巨兽 这个巨兽就影响到 整个周边国家 所以现在为什么周边国家 赶快全部武装起来 为什么 因为要防备这个巨兽 拖开它的这个所谓的 铁链之后呢 对周边国家的安全形成威胁 所以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调查是 现在有百分之六几的 是要台独哦 台独代表什么 不惜一战哦 要拎哦 要拎就来拎哦 要拎的时候我要底气嘛 我要我对吧 我相信说我们现在 台湾不是侍卫之岛吗 台湾不是已经都装备好了吗 我们有权自己最多的雷达吗 结果看下这个东西 我就相信了我们的院长说的 那阿公来的时候 我就掃手跟你拚 我现在没收拾 我也有九头 要拎怎么 要拎就要等九头啦 你要看到吧 博杰哥 这再是金门的大胆岛 前线中的前线 它距离厦门多远你知道吗 五公里而已 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结果人就给你飞无论机过来了 它测试你的底线嘛 你现在已经到8月16号了 博杰哥 这已经是飞弹打过台北上空了 你还这种警戒 你到底有没有下令 如果飞行机靠近 如果水鬼摸过来 如果它的这一个飞行器过来攻击的话 你怎么办 对SOP呢 没有SOP 没有SOP 所以它才会这么慌乱 其实说没有SOP 它里面我去翻过那个资料 如果有靠近飞行器的话 我们是要先警示它 用广播警示 或者是用这个信号弹 可见来的不是 今天来的不是直升机 也不是这个飞行器 它就是一个无人机 你就把它打下来 你夾着头要弄什么 你没看到旁边有人有步枪吗 你把它打下来啊 你夾不掉 而且还没丢到 对 重点是这里 而且重点是 保健哥 这个是大陆的微博 这代表说你丢手榴弹都不及格啊 我不知道那高度是多高 但是问题是你既然都已经看到了 你看现场一二三四 四个阿兵哥 可能还包含士官 他都看到了在你的上空 把酒金金人最丢 无人机就在那边边边边边边 你在干嘛 你居然刀石头 拿手锅弹酒头 这个阿兵哥 对 保健哥你看 他有步枪啊 他有步枪 他根本没有举 在旁边那个呢 拿相机准备拍 你敢拍我 我就拍你看怎样 不相可以把无人机打下来吗 当然可以啊 不相距离 因为无人机你打中以后 你让它飞行器的能力 它就掉下来嘛 很重要一点 观众朋友 它是个无人机 它是可以直接送讯号的 还是拍了以后回去拿 那个记忆卡 我不知道 但是它正在拍你 你当然把它打下来啊 因为它是一个钢哨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一个钢哨 而且它是高起来 这是楼梯有没有 所以显然它是一个营区 在营区的最高点那边有个钢哨 它是往外看的 它是要保护 保护整个营区的 你如果看到这个东西 会觉得非常恐怖 它是恐怖在哪里 老闆看啊 这一面 你看我想这其实是伪装 这一面应该是阿共 阿共应该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过去的经验是 你如果要这样打 你打不到啦 这边全部都是 这边都是三臂啦 刚好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保护自己 你现在无人机来这 你有多少人 你有多少东西 我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刚才在这边 那边我这里是大胆 那边是厦门 我在那边看厦门 看到一半以后呢 无人机在拍我的屁股 无人机在后面拍我 然后呢我赶快拿起九条鞋 我get九条 丢个半天 你手上是没枪喔 你今天如果说 来了一个 对不对 请问长官如何处理 不能打第一枪 我不能够把中国大陆的 这个比如说 它的飞行员打下来 又变成两岸开战了 你打一个无人机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无人机啊 对不对 说不定是什么游客的无人机 我就有个无人机 它上面有贴五星旗吗 它应该把它打下来 这个是大胆岛 对 大胆挑大弹 列宇的大胆 大胆挑大弹 大弹弹九条 而且呢 这个是8月16号 就发生的事情 上次 飞弹飞过台北上空 我们也不讲 日本的防卫省公布 对了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一次被人家拍到了后 你也不讲 不是 而且民进党 总统党部还说 那个在大气层没关系 在大气层才有关系啦 那今天可能讲说 他只是拍我们而已 没关系 没有什么机密 你就把它打下来 而且你丢石头 这个画面 现在在大陆的微博 好多的大陆的小粉丝 讲说 你看金门根本没有能力 你看 他们根本不可能 能够反制我们 你在这个军心世界上 也受到很大的伤害 你让他看不到啊 所以重点就在这里的 既然都已经是要对抗 而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今天不是说 我们打过去吧 这个 他飞过来了 飞到你的后面来了 从这个地方看 那边才是厦门 他已经飞到 而且如入无人之境 怎么他都已经靠近你 你都不知道 然后呢 也没有其次怎么处理 最后他飞走了 画面还被po上网 这对我们来讲 不但被测试 你的大胆倒的 这个防务 可能根本不及格 而且呢 在这个时间上来讲 你在政战 还有在这个军事巨栏上面 也完全失败 你应该更早跟大家讲 我没有掌握他 他可能就不会po了 今天你完全没讲 就他就po 不是 这样讲 如果今天阿兵哥 我丢了石头 我丢石头要不要回报 我一定要回报吧 所以我上面有无人机吧 那无人机之后 我总要有后续的处理吧 都没 就等到人家拍完以后说 怎么这样 好 保健哥 你记不记得 上次有个马祖 有个飞行器 他也是那个楼顶的监视器 他在晒衣服的时候拍到 又听到声音 那其实这件事情 军方现在是讲说 我们知道 会不会是因为 被公布画面以后 再回头去问有没有 才告诉你有 所以当天未必有回报 因为当天我们只有 结束头 结束头没结束 都做没事情 而且他讲说 这次卫少 以标准作业程序 你的标准作业程序 结束头 所以 那一定有讲的 是对的 你来我用哨声对台的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如果说 明天后天 再飞来无人机 你怎么办 我们军方 陆军司 还有石头啊 你准备石头啊 不 如果是石头 如果说 你不要浪费弹药 那也可以 你就把它丢下来 每一次都有办法丢下 那也可以 大卫丢克里亚 就是这么丢的啊 对啊 如果你能丢到 如果你可以把它丢下也可以 但是我还是强调 你连弹工都没有 我们今天讲到这么气愤 重点在于什么 重点在于 他画面把你拍回去了 你是个军事剧点 人家把你拍得清清楚楚 你还无能为力 还被泼上网 这就是不对 我们下期再见